央视财经 央视财经评论 北京时间8月2日凌晨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声明 考虑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的税率从10%提升到25% 作为反制措施 国务院税责委员会 3月晚上发布公告 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5207个税务 大约600亿美元商品 加征25%,20%,10%和5%不等的关税 一旦美邦加征关税措施付诸实施 中方将立即执行 美国一再升级事态 打的什么算盘 中国被迫做出反制 出于怎样的考虑 8月3日按央视财经评论 邀请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掌 白明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调研原理业 做客演播室 展开深入探讨 美国打的什么算盘 美方这两天一方面发表声明 逆提高征税税率 另一方面四处吹风 要和中方恢复 谈判 这里面有着怎样的算计 白明 美技是贸易霸凌又是经济恐吓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找白明 美国加征商品的关税清单共有205页 又10页是内容简介 各种出台的背景 从第11页到205页是具体的清单 一共是195页 其中清单长度占20页以上的包括食品 化工品 绑制原料这些东西 因为它具体涉及的品种很多 在10页以上包括轻工产品 金属制品 还有一些接电产品 涉及的内容比较杂 打击面非常广 这四点 型的经济恐吓 也是贸易霸凌 利业 美国单方面升级贸易争端 只在施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 副调研原理 从500亿美元提到2000亿美元 从产品品类来讲扩展了很多 基本上涉及到了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 大概三分之一以上的水平 主要的目的还是打压一些产业发展 对中国施加压力 既是经济施压 也是心理施压 这样的行为既不符合WTO的边规则 同时也是经济霸权主义的体现 美国是否打错了算盘 2000亿美元的产品清单 6031个商品中 100%需要从中国进口的有67项 90%到100%要从中国进口的有127项 80%到90%需要从中国进口的193项 70%到80%需要从中国进口的207项 50%以上需要从中国进口 合计有1150项 白明 美加贞关税对美国消费者也造成影响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附所讲白明 美国通过加征关税制裁中国 从算账的角度来看对后果估计不足 因为涉及的部分商品是刚性需求 关税提高了 价格就上涨 美国百姓直接受到影响 像现在美国的汽车业包括化工业 就叫苦不迭 李燕 美国加征关税受损的不仅是中国企业国物院发展研究中心 产业经济研究部调研原理业 全球化时代 各国商品通过价值链 产业链相互结合 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 近60%是外国公司 包括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 加税也会损害美国自己公司的利益 另外 很多产品仅在中国大规模生产 很难找到替代品 比如 中国是重要的化学原料和电子银部件来原地 美国国内供应一时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即使调整供应链也需要较长时间 加征关税措施 将迫使企业提高产品价格 将负担转价给消费者 甚至被迫将工厂监制海外 不利于美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美方讹诈 后中国决定对美国月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理验 中国被迫采取反制措施 是认真评估影响后 做出的决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调研员理验 就像商务部发言人的表态 中方的差别化税率反制措施 是理性和克制的 是在广泛听取意见 认真评估影响后提出的 充分考虑了人民的福利 企业的承受能力 和维护全球产业领域转的因素 白鸣 反制措施充分考虑尽可能减少 对我国百姓生活 被影响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鸣 反制措施体现了我们是负责任的大国 捍卫自身和保权益 同时我们的措施尽可能减少 对我们人民生活 需要和一些企业的影响 白鸣 美国威胁升级贸易战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鸣 中方始终认为 在相互尊重 平等苦力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协商 才是解决贸易分歧的有效途径 任何单边的威胁或讹诈 只会导致矛盾激化 损害各方利益 美国在贸易战中 种种升级的做法是很不负责任的 我们要坚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该反制的反制 同时要提高我们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利益 管控好中美经贸分歧 提升产业竞争能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产业经济研究不调研源利益 中美经贸摩擦是具有长期性的 要管控好分歧 要推进营商环境的完善 另外还要提升产业竞争力 关键是我们的企业要转型升级 从成本竞争变成质量竞争 创新竞争 设计竞争 我们要有更好的产品 更好的品牌 这样才能赢得永久的竞争优势 专载性著名央视财经 The End 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中文字幕视频繁盛